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子怡也是负面新闻不断 从坡墨门到劈腿门再到炸圈门 国际商用一口二闹三上吊的传统女人伎俩 熬过了这三重门 本以为已经守得云开建月明 没想到最近的赔税门又把它打回了原点 近期有香港媒体爆出 张子怡通过多次赔税获得七亿元的报酬 被要求协助调查禁止出境 不过张子怡经纪团队随后发布了公开信 否认了传闻 昨天所谓的这个新闻 是一个彻头彻底的谎言 自理行间里面全部是非道和无人 不得不说现在的某些媒体真的是无敌了 新闻基本靠潮 细节基本靠边 而张子怡也被这则没有证据 没有证人 没有后续的三无新闻 叫得焦头烂额 虽然此事到现在还没有个定论 但小编还是善意提醒一句 子怡啊 你可长点心吧 没事跟巴神一样思考一下 为什么被黑的总是我 如果说张子怡被黑的力度最高 那杨幂则是被黑的最持久 自从出演《公所心欲大火》以后 杨幂就一直在走口水与人气齐飞的芒果路线 但在人气居高不下的同时 网络上对杨幂喷的口水 就快让杨幂招架不住了 最近的夹那之行 就是杨幂演艺生涯的一个缩影 那就是说啥都是错 做啥都被黑 在杨幂出征贾纳之前 小编就料想到杨幂此次出征贾纳 凶多吉少 必然会被黑的不成样子 可惜小编猜中了结局 没有猜中过程 而这个过程也确实是惨不忍睹啊 不必说着装被劈成 金角大王 银角大王 也不必说走红毯时保安引导 被黑成惨遭驱赶 单单就说树终止这事儿 这也太不靠谱了吧 亲们 杨寒树明明树的是实质啊 不过杨幂在适应了这样的口水之后 似乎还颇有些享受 享受这些口水 给他带来的人气和快感 在此小编也嘴欠多说一句 寒树解压 你小心被黑的太多 以后再也没有办法洗净啊 如果说谢娜的伎俩是卖蒙饭二 张杰的伎俩是耍帅半裤 那当他俩合体成为润土夫妇之后 他俩的功能似乎就只剩下朝黑了 话说当年张杰刚参加快乐男生的时候 也是挺阳光向上的 谢娜刚上快乐大本营的时候 大家看着他也还能笑出一两声 但随着他俩不分时间不分场合的 将肉麻的爱情频繁地展示给网友之后 润土夫妇的朝黑之旅也就开始了 先是被网友们封上润土的称号 最近润土的称号已经免费升级到润景了 再是因发微博称 核辞共争时戴耳机而遭全民嘲笑 再就是最近沸沸扬扬的 侵吞粉丝捐款仪式 这事原本就有些诡异 当年粉丝自发捐款筹得一百多万 给张杰和老同家解约 而剩下的捐款就不知去向了 我在那个时候什么都没有 但是 我有你们给我的爱 你给我的爱让我走了很久 张杰被黑的过程 完全是有节奏的递进 渐入高潮啊 而润土本人也是被网友们嘲笑是 开着粉丝集资买的车 住着刘烨给谢娜买的房 拿着天鱼用李雨春换来的奖 画着外星人一样的老婆 真是一位吃白家饭长大的好孩子 不得不说润土真是被黑的 窘中套着萌 萌中犯着二啊 上一次中国人集体膜拜一个人 发生在两千多年前 那个人是孔子 而现在又有一个人引发了全体中国人的膜拜 他就是李雨春 自2005年夺得超级女生冠军之后 李雨春就一直顺风顺水 成功进军影视圈 时尚界 捞金不断 虽说李雨春的成绩很明显 但很多网友都有这样的感慨 我们天天把春歌挂在嘴边 但李雨春的演唱会一场也没看过 也没买过李雨春一张碟 就连李雨春的歌也没正八经的听过一首 我们喜闻乐见的永远只有 春歌纯爷们儿 铁血真汉子 信春歌不挂磕这样的段子 可以说黑李雨春成了不少网友上网的唯一乐趣 以至于炮制出李雨春怀孕 李雨春整容死亡这样惊悚的新闻 但李雨春却依旧是风景这边独好 一副你们这样议论我 只能说明我过得比你们好的架势 而从李雨春被黑的事件中 我们也可以看出 只要你有作品有成绩 那些黑你的人自然也就成了浮云 要知道庄稼长得好 大份也有功劳啊 俗话说能接受多少赞美 就要能承受多少诋毁 赵薇真是完美地践行了这句话 从出演电视剧《还珠格格》开始 大红大紫小燕子就应该做好接受诋毁的准备 但就连他自己也没想到 人生的第一个低谷来得如此之早 2001年的日本军奇装事件 让赵薇跌到了人生的最低谷 虽然赵薇事后道歉极力往坑外爬 但随后的颇份事件 直使殴打孕妇事件又让他盖回了谷底 时间持续之长力度之大 都是明星背非历史上绝无仅有的 而经历了演艺生涯大起大落的赵薇 最近不知又招惹哪位贴使大姐了 香港媒体又爆出赵薇周迅不和 拍摄现场护梯座椅的消息 但就是这样一条缺乏真实性的消息 让赵薇又被黑了个遍 我们的东西就是因为 传了那个踢凳子的消息以后 我们每天在现场 用踢凳子来当游戏这样 对此赵薇也只能感慨 白天不懂爷的黑 那他懂写的黑吗 小编在此罗列这些容易招黑的明星 并不是想接他们的伤疤 只是想告诉列位看官 明星也是人 在大家抱着黑你没商量 黑黑更健康的心态的时候 一定要小心 说不定你就被人当枪使了 作为一个普通的网友 娱乐圈的是是非非 大家一笑而过就好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Wholeashes